哈嘍大家好,我是Clive 本集內容要為大家介紹幾個透明居家物件 聊聊他們獨特的設計和功能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 疫情之後,我們在家跟自己相處的時間多了 對於居家生活品質的要求自然就更顯得重要 透明的居家物件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 它們具有療癒性的存在感,一秒鐘就能改變居家氛圓 提升居家生活裡的儀式感 咖啡是現代生活裡最有靈性的飲品之一 這款咖啡充泡爐與戲劇組The Firm 由非常潔淨、透明的百分百銅氣酸鹽玻璃製造 非常耐熱、耐勁 而且它所使用的玻璃材質是完全可以回收的 它們像是實驗室裡的玻璃物件 外型非常優雅、激健、晶瑩提透 反每天沖泡咖啡的儀式感 提升到幾乎是冥想的層次 The Firm系列包含了可放在火爐上噴煮的手沖火爐 加上手綁的豆豉涼杯、還有冰激火爐 採用了不需要濾紙的創新圓柱過濾器 使用這個系列 不管是在家製作手沖或冰激咖啡 都能夠靜下心來 感受每一道製作手續裡細膩的心靈滿足感 就好像一個追求完美咖啡的修飾一樣 第二個要介紹的 是日本知名設計工作室 Lando的Sand Heart 氣味以及追求生活感受 非常重要的兩界 像是精油跟香噴 都帶有開啟身心感知的能量 向來熱愛於探索熱鬱術廠的 日本設計鏡頭組成大 設計的這款LandoSand Heart 它的外觀簡潔很簡單 有四種指揮 包含花瓶跟碗盤兩種使用方式 都由人工炊製 球狀玻璃外罩上面 有圓形的開口 不管是放花或是水果 都能夠保留花香跟果香 只要靠近就可以享受相機 除了透明玻璃外罩 索藤大也搭配寧靜的莫蘭迪設計 呈現高雅舒適的視覺熱感 LandoSand巧妙融合了內在與外在世界 當我們把其中的花朵跟水果拿掉後 剩下的就是以氣味為理 我們跟自己心靈對話與空間 第三個要介紹的 是小米的Pone無電視 Meeting Your Luxe 在2020年10週年發表會上 小米發表了這款讓人非常驚艷 世界上第一款透明電視 Meeting Your Luxe 使用55吋透明OLED螢幕 5.7厘米超樸設計 內置音頻底座 具備多種接孔 支持高達1億多種原色 並且內建AI Master眼睛 可以提升各方面的影像體質 OLED電視通常是不透明的 但Meeting Your Luxe 使用的是OLED透明欄 根據目前官方釋出的圖片顯示 除了主要頭像之外 背景都是透明的 雖然透明顯示器在幾年才已經出現 但Meeting Your Luxe 徹底套合一般家用與家用電視的思維 這個好像來自突斷電影的產品 以及替下影視 標記了一個華麗的開關 第四個要介紹的 是義大利家電品牌 Casavgattu的Nam-Kurley機 以傳統烤麵包機的外觀為設計文感 由德國設計師Andrea Siga操刀的Nam 可以料理的不只有麵包 還可以用來加熱蔬菜、魚、肉、海鮮 加熱用了兩塊透明陶瓷玻璃麵板 可以設定攝氏50度到300度 運用粉溫、冷濕、魚眼紅外線科技 能夠將食材均勻加密 同時保留原味跟水分 如果要煮前食、康普或醬料 Nam-O也附有專用的加熱膽 Nam-O除了用麵板控制 還可以用手機APP無端操控 說是當今最美桌上噴冷器 一點也不會過 第五個要介紹的 是英國高端設計音響平台Ferguson Hill 推出的FH001 HomeSpeaker揚身器 由前航太工程師Tim Hill順利 Fergus Hill在2013年推出FH001 HomeSpeaker 炮腳揚身器 採用厚度80米強化壓克力製作 在當時是全球第一款透明炮腳揚身器 並用專利的火吸石技術 能夠去除一般密閉攝影箱 可能造成的聲音干擾 FH001 HomeSpeaker的聲音清晰通通 細節跟聲音動態都捕捉得非常清楚 另外機身採用鋁合金超導電物流 能提供穩定的電流 FH001 HomeSpeaker雖然定位為高端音響 但因為它極簡、時髦、前衛的外型 品牌在行銷上不走傳統路線 而是常常在時尚雜誌上亮相 發表至今 依然是透明號角影響中最尊貴的王者 第六個要介紹的是 是保加利亞建築師與設計師Viktor Vasilyev的CubeSync洗手台 2015年Viktor發表了這款CubeSync洗手台 他把玻璃長方筆穿在大理石基座中 來創造洗手台消失的錯綜 推出以系列的洗手台設計 曾經就讀米蘭理工大學跟丹麥皇家藝術學院 目前活躍於米蘭的Viktor Vasilyev 認為居家生活裡最珍貴的東西 就是自由呼吸的空間 他的設計理念 失去從生活中不必要的東西 讓人們將注意力放在自由的空間 跟自由的時間上面 因此他的設計不只是極限 更是活出生活品質的機梢主義 Viktor在接受我們專訪的時候曾經說 屋子的自由空間是最珍貴的 他給你呼吸的可能 人生必須呼吸 否則你只是訂製和充滿家具的份量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 是建築女帝Zaha Hadi設計的Liquid Glacial Table 作為最敢設計的剛代建築師之一 Zaha Hadi的標誌性設計與會 就是它運用在三度空間裡的有機流線設計 這款在2012年首次發表的Liquid Glacial Table 一開始只有單張咖啡桌的設計 在2013年正式改為 餐桌加上咖啡桌的沉醉組合 Liquid Glacial Table材質採用高硬度壓克力 外表像是捕捉到水滴露齒房 機體連應的設計 而桌面的漩渦素延伸成為桌角 Zaha Hadi說 我一直都對流動性的概念很有興趣 它把永恆的動態 融縮在一個透明、純粹的空間裡 跟它所有留給後世的建築物一樣 成為永恆時間裡 我們不斷閱讀的事 本集內容由P-Paper收集製作 部分內容截錄至P-Paper雜誌 如果你喜歡這樣關於藝術、設計、時尚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把影片分享給身旁的親友 或是訂購P-Paper系列雜誌 每月輕鬆月底的精選運用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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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從前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知道 有什麼 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